今天就來做一個無噴沙霧澆水的史萊姆吧 我們來做實驗吧 首先需要一個碗 然後再加入10次噴10次的洗手液 之後再加少少的鹽 然後再一次攪拌攪拌攪拌 攪拌到最後就可以呃成史萊姆了 那個教學是這樣說啦 可是我感覺變稀了 就是越變越稀 喜歡這個影片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呃那個 鹽呢是不可以加太多的 然後我發現 我加錯了 好好笑 然後我那時候做的時候我超傻眼的 我就在那邊感覺 我就去試一下那個味道 然後試糖和鹽 我分不清楚 現在呢我加的正確了 就是鹽喔 我們來再做一下 可是我感覺好像加太多鹽了 記得按訂閱按鈕 按鈕隔壁的小鈴鐺喔 那我每次發影片你們才不會錯過 可是呢 也是一樣不太成功 可能是我加太多鹽了 我可能再會下次再試一下 沒有關係 我們用另外一個方法 這次呢 我們加入我們的 呃 洗手葉 之後呢 再加入 兩湯匙的 洗手葉 對 我們加入了兩湯匙的洗手葉 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按讚 並且分享出去唷 現在呢 我們就要加入大量的玉米定粉 呃 就一定要多過洗手葉 對 那個分量 然後我們再攪拌攪拌攪拌 直到兩體完全融在一起為止 等到你覺得攪拌得差不多的時候呢 等到你覺得攪拌得差不多的時候呢 就可以拿上來揉後 揉令喔 揉 你拿上來揉的時候 就很像你在搓麵粉那樣 嗯 對呀 其實蠻好玩的 其實過程 可是我覺得戴手套會比較好 你看我的手也是蠻脆的 現在呢 你就有一個大概的形狀 雖然它不太像史萊姆 可是在沒有棚沙 沒有膠水的情況下 也算做得不錯吧 現在呢 我們就要拿出來不停的揉揉揉揉揉 呃 然後如果你覺得 太沒有拉伸性 可以加一點水 加水的話 就可以讓它更粘稠一點 現在呢 就是我們的完成品囉 你看到的完成品呢 就已經可以 蠻容易就可以拉扯到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結束囉 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 呃 還有 分享這支影片 按喜歡 分享 記得訂閱我頻道喔 我想得到100個訂閱者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示範 是 инг